歡迎收看律子媽媽 Hello各位小朋友 今天Peppa Pig放暑假了 放暑假去哪裏好呢? 不如我們看看Peppa Pig的媽媽 會帶Peppa去哪裏玩呢? 媽媽媽媽 我們放暑假了 你會帶我去哪裏玩呢? Peppa 嘩 這麼大個女孩 終於放暑假 嗯 放暑假 不如帶你去游水 好啊好啊 不過昨天都游了水 其實老師 今年教了我很多關於動物的東西 但是我都只是看圖片 沒有去過真正的動物園那裏看動物 嗯 如果有得去看動物 那就更加好了 哦原來你想去動物園 動物園那裏有很多動物 你最想看甚麼動物啊? 我最喜歡是長頸鹿 我最喜歡是長頸鹿 哈哈哈哈 好啦 那快點上車 媽媽帶你去看長頸鹿 好啦 那媽媽開車門給你 好啦 可以出發啦 啵啵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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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就是動物園 不如跟著媽媽一起去動物園 牽著媽媽手一起走 那就安全了 因為動物園裡面有很多動物 有些可能會走來走去會有危險的 所以記得一定要牽著媽媽 知道了知道了老師都教過我們 所以我會好聽話 牽著媽媽一起去動物園 走吧 這裡就是動物園 有很多動物 媽媽你可以教我每一個動物的名稱嗎 當然可以 然後我來吧 首先我們要進口裡 進口後 第一個就是看到這隻 粉紅色的兔子 兔子很喜歡蹦蹦跳 所以我們要小心不要弄傷它 然後來到這邊 哎呀 一定要對動物很小心的 否則牠們跌倒都會受傷 這隻是孔雀 孔雀開瓶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很漂亮的瓶 這隻孔雀有一個紫色和綠色的羽毛 孔雀開瓶之後 就像一把線一樣 很漂亮的 哇 哇 媽媽 這隻孔雀很漂亮 對啊 動物園還有其他動物都很漂亮的 一起繼續走 咦 這一隻 在水裡什麼 來的 這一隻呢 就是河馬 河馬 河馬呢 很喜歡游泳 所以牠在水裡 游來游去 尤其是現在放暑假 八月期間都非常之熱 太陽好曬 牠們在水裡就可以降溫了 河馬的口很大 可以開關 喝水和吃東西 嘩 河馬的口真的很大 哈哈 是啊 但是一定要小心 因為河馬呢 都算有一些攻擊性的動物 所以我們不要走那麼近 嘩 我也很想游泳 嘩 我在動物園裡面 是不可以跳下去的水裡 還有 不可以碰一些小動物的 我們繼續走其他的地方 看看有什麼動物 啊啊啊啊 好害怕啊 不用怕不用怕 這隻是鱷魚來的 綠色的鱷魚都是有攻擊性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走那麼近 這裡有個圍欄 我們千萬不要過界啊 記得牠著媽媽 不要走那麼近動物 也都不要餵牠們吃東西 也都不要碰牠們 牠著媽媽一路走啦 知道啦媽媽 我是一隻鱷魚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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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這隻鱷魚都很餓 嘩 嘩 我們還是走吧 繼續看看其他動物 嘩 嘩 這隻動物好可愛啊 媽媽 是什麼 牠好像還有一個小朋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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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呢 就是 袋鼠 袋鼠呢 很喜歡帶著牠們的寶寶在肚子裡 你看看多可愛 雖然袋鼠的樣子很可愛 但是呢 牠們的腳和手都非常有力 很容易就會弄傷我們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走近了 牠們還可以跳得很高 嘩 牠跳得這麼高 我看牠跳的時候 看到牠身後面 有一隻很高很高的動物 那隻是什麼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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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說這隻黃色的動物 牠就是 長項目 你看牠的頸 多長 牠們很高 因為牠們很喜歡吃樹葉 牠們站著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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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嘩 這裡有兩隻猴子 猴子最喜歡釣在一棵樹上 可以爬上去吃香蕉 這棵樹除了可以分享給長頸粒之外 還可以分享給猴子和小鳥 在樹林裡所有動物都會分享不同的設施 例如樹、食物、水 都會有不同的動物一起分享 這樣牠們才會在動物園裡生活得很開心 我知道了媽媽 所以我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都教我們分享 對呀,一起分享 玩遊戲 這樣就開心一點了 咦? 這邊也有一隻動物 對呀 為什麼這麼可愛 是黑色、白色、黑色、白色 一間間的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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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這隻叫斑馬 都是馬的一類 不過因為牠身上有黑色、白色的斑紋 所以牠就叫做斑馬 斑馬很喜歡在草地上跑 來到這邊有一棵樹 樹上有一條很長很長的蛇 蛇是會咬人 而且牠的舌和牙都會有毒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走近 咦?媽媽 樹後面好像有些東西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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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最喜歡吃香蕉和花生 他們只要用鼻翼捲 就可以捲在口中吃 這樣吃東西 好可愛 雖然可愛 但記住動物園的動物 我們可不可以碰牠們 不可以 只可以看 但不可以碰動物園的動物 對了 Peppa 你真乖 好 我們繼續走 拖著媽媽 是 媽媽 你幹嘛這麼害怕 那隻是很大隻 有什麼 獅子 對 嚇到媽媽一跳 只要在籠裡 我們不要碰牠 那就不害怕 那又是 Peppa 你也是很聰明的 獅子有一個很大的嘴巴 他們會用很鋒利的牙齒 去吃東西 咚咚咚咚咚 獅子很大隻 我很害怕 媽媽 不用怕 這裡是動物園 哈哈 對 繼續走 好像還有一隻很小的動物 牠身上有很多次 Peppa 你也過來看看 知道了媽媽 是甚麼來的 這隻叫做刺蝟 刺蝟上面牠有很多次的 牠是來保護自己 那牠一看到有人想攻擊牠 牠伸一刺出來 就會很刺激 沒有人敢走過去 牠也跑得很快 可以躲在地上 哦 原來動物園有這麼多動物 是啊 但是今天已經很晚了 是時候回家了 啊 這麼快就要走了 是啊 George和爸爸都在家等著我們吃飯 知道了 好了 好了 我們現在回家 下次再來個動物園和你玩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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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下個星期再來 如果你乖的話 這樣是沒有問題 Hurray Hurray 好啊 看著媽媽 一起回家 一起回家 各位小朋友 多謝你們收看今天的日子媽媽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在這個片段下面按LIKE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繼續看其他的影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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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